接下来想给大家谈一谈运动养生的纪律 为什么通过运动可以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 大家一说运动 那我们知道运动可以强健我们的体魄 但实际上从中医养生的角度 运动养生它不仅仅是能够养化我们的躯体的健康 同时对于我们心理的健康 还有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的协调等等 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吕四春秋里边 有这样一段大家所熟知的话 叫流水不服互熟不堵 动也行起亦然 行不动则经不留 经不留则弃欲 他说的是我们观察这个自然界 流动的水它不会腐败变质 转动的门轴它不会被虫 说注视 那同样我们人体内的行器也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们的身形不动 那么我们体内的精气就容易不溜通 不溜通以后就会产生所谓的预质 而这个预质 其实是导致许多疾病产生的原因 就像咱们中医所说的白病结生于气 结生于气的什么呢 生于气的不畅通 不流动 所以说我们人整体来讲 它的精气血脉应该是流畅的 非常顺畅的 如果说不流畅 预质不达 那么就会生成许许多多的病症 这些病症都是由于气质 血淤 预质不通 所造成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怎么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呢 华佗就有这样的话 他说 人体欲得劳动 但不得是吉尔 动摇则骨气得消 血脉流通 并不得生 华佗这样强调运动的 劳动的它的重要性 说人体应该是经常经常的运动 经常劳动 但是要掌握一个度 怎么样呢 不应该过度的劳动 然后后边就谈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身体动摇 动摇 不断地摇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体内的 吸进的饮食物 才能够得到消化 然后血脉呢 就能够得到畅通 这样 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病呢 它就不容易发生了 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指导下 华佗他就创立了五情系 让人们通过运动锻炼的方法 来抢身见体 去病厌年 孙思苗呢 对于这个运动也非常重视 他是这样说的 说人欲劳欲行 百病不能成 人的这个四肢白孩 人这个形体啊 应该是经常经常的劳作 经常经常的动一动 这样的话 百病就不能生 然后他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说养生之道 常遇小劳 说养生的最重要的道理 最重要的那个核心 应该是什么 经常的经常的动一动 当然是有限度的动一动 叫小劳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我们非常重视精气神 把精气神啊 称为人生的三宝 而这个精气神 这人生的三宝 与咱们的生命活动 是息息相关的 而咱们在运动养生的时候 恰恰就抓住了 这个三个环节 比如说调义 调义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养神 调习呢 调习的目的是为了练气 运动呢 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练体 通过调义 调习 运动 打到精气神 三个方面 都让他得到锻炼 特别是我们这样说 我们通过调整 我们的意识来养神 然后呢 意义灵气 通过调整呼吸来练气 以气来推动 整个人体的血 血液的运行 使血液呢 能够周流全身 以气来倒行 通过行体 筋骨关节的运动 是周身的血脉畅通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运动养神的激励 概括为这两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 通过行体 筋骨关节的运动 使全身的 经脉气血畅通 五脏六腑 四肢百孩 行体关窍 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 那也就是说 滋养这个 五脏六腑 行体关窍 它的物质基础 就得到了保证 然后另一个方面 通过呼吸图纳 精神炼气 使气血运行到 全身各处 也就是说 我们不仅要有物质基础 而且还有一个 全身的 这样一种 气血的畅通 这样一来 最终就能够达到 行神兼养 血脉流畅 内外相和 脏腑协调的 所谓的音频扬密的状态 这样呢 我们的身体健康 就有了保证 旺盛的生命力 也就从此有了基础 那么 现代医学 也有一些 这个证明 证明这个体育锻炼啊 它是有 许许多多的 好处的 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有许多好处的 咱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比如说 运动 它可以促进 血液的循环 这个血液的循环 加快了 那么我们心脑的营养状况 就会得到改善 脑细胞的代谢 就会得到 促进 从而有利于神经系统的健康 那么神经系统健康了 对我们保持 旺盛的精力和稳定的情绪 它是十分有好处的 第二个方面 我们说 坚持长期的锻炼 经常的锻炼 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肌 是心肌发达 这样的话就能够促进我们心血管系统 它功能的强健 从而增强了新的活动力 和我们的肺的活力 并且能够改善 末梢循环 总之来讲 对于我们整个的血液循环系统 不管是体循环还是肺循环 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三个呢 它可以增加割肌和腹肌的 它的这样一个力量 促进胃肠的蠕动 从而防止食物在消化道中滞留过久 也就是说 有利于我们的消化吸收 然后咱们的脾胃好了 消化吸收好了 咱们自身的营养 咱们营养的来源就得到了保证 第四个方面 能够促进和改善 我们体内脏气的血液循环 有利于脏气的生理功能 我们人体内有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脏腹组织器官 这些脏腹组织器官 它的循环得到了改善 那么生理功能就可以得到加强 第五个方面 运动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技能 改善内费密功能 从而使我们的人体的生命力显得更加旺盛 第六个方面 可以增强我们肌肉关节的活力 使人动作灵活 轻调 反应敏捷 迅速 因此我们说 勤运动长锻炼 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极有好处的 目前也已经成为咱们广大人民 健身防病的非常重要的措施 好 这是咱们谈的运动养生 它的激励